铁道二街旁的这块地有两栋建筑物 一栋是台铁临时植物观设 一栋是铁路餐厅都已经人去楼空 日前铁路餐厅正被拆除 港都涉大得知消息之后 立即向市议员张博洋陈琴 要求协助拆除的市府地震举缓拆 所以说我们当下其实就有寻求 这个议员服务处啊 还有这个委员 立法委员这边 就有把它很顺利的先保留下来 然后经代这个后续的一些评估 那目前是这个评估的一个阶段 铁路餐厅缓餐之后 港都涉大学员前往现场抢救文物 食货看诊单才知道铁路餐厅里 当时还有诊所 而在植物观设里找到勤务颁表 有着隔天上工人员 可以再观设睡一晚的记录 当时的人们他们其实可能因为 都是这个铁路相关这个工作人员 他的一些就医 然后他是怎么样他可能工商执灾 这样的部分 所以说这是有一个参考依据 几位曾经住在铁路青村 或住在附近的民众 也前来关心这两栋建物的现况 分享当时在这里生活的状况 看到这棵儿时玩耍的大树依然建在 表示希望这里的一景一物 都能够做一些适当的保留 对小孩子来讲 它是一个捉迷场的好地方 然后曾经想在上面盖出屋 因为我刚好也来捡了这些的文物 其实会有很多的不舍 这边日式的建筑全部都消失了 这些建筑物真的是反映到 高雄车站整个发展史 它都已经不见了 现在连唯一剩下最后这几个也都要拆掉 我觉得实在太可惜 由于这两栋建物的所在地为71骑重划区 台铁局已经标售出去给财团做商业使用 港都社大认为这两栋建物见证台铁东移的发展轨迹 值得保存下来活化再利用 张柏阳议员也认为保留这两栋建物 可以让前来消费购物的民众 能感受到一些铁路历史气息 去强调这里过去高雄整体 从早期哈马兴为主的政治经济中心 一路慢慢到三民区的整个铁道的故事 去强调这样子的故事 反而会让我们的整个铁道一街 跟我们绿廉道的这个绿廊道的周边的 整体开发它是有故事性的 其实这样反而会更有机会来吸引很多的民众 来这边驻足来这边停留 甚至来这边消费 或许有人就提议说可以盖一个故事馆 铁道故事馆或是铁路新村过去的历史面貌 还有就是让很多居民有一个凝聚的点 后面的植物宿舍还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可以做一些文创旅店 青年旅社或者是像文创的青年小站 这样子的进驻 虽然高雄的铁路地下化了 但这些曾经存在的生活记忆 是否不应在商业开发之下也埋入地下 适当地保存在阳光下 让高雄的铁道历史补上精彩的一页 记者王仲凯 内乡帮高雄报道